五三人 在篮下防守给出一记大冒 拉起来 快给我挑衅一下 老师过来 你这样做是不行的 你怎么到人面前做那个挑衅的动作呢 不能做那样挑衅的动作 对不对 对 绝对不允许 好吧 继续犯规 我上头了 他们给到张智元一个继续犯规 快点 超快 自由投 还有我们球对吧 对 是你们球权的 不是那一致里边的 我发了多少球了 发住 现在 3比0 刚才那个球呢 在直发之前是一个初解球 马勇在篮下 马勇这次在篮下的位置非常有力 迅速地拿到2分 野兽护卫队开局5比0 对他们来说 这个第一节开场的局面非常不错 这下曹芳犯规 来吧 来吧 金龙队和刚才他们上一场比赛一样 进入比赛的节奏和状态比较慢 这下又差点失误 张智元再把球拿回来 看看自己运球来打 往前推进 还是把球拿回来 上来 再给刘帅 再回到中间 看看中距离怎样 打满命中 张智元 为金龙队拿到2分 打满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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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到白金 白金 打满 我得了 白金 我有一个体现的左到右的变相 A1 白金为野兽护卫队打中这个两分球 还有一次加法 兄弟 就这样打 就这么打 坏人 来坏人 914 OK 我拿球 现在野兽护卫队领先6分 贝利姆在上一场为金龙队在全场的节奏把握做得非常好 这边给到那些K的 奥武 反规 凯勒的罚球 比分现在是8比2 凯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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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罚未中 来看看凯勒的第二罚 第二罚命中 现在比分8比3 野兽护卫队领先5分 这边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的一场比赛 队长曹芳 刚才曹芳转过来 过掉CJ在中距离 CJ的追猫 碰到 CJ的追猫 我追猫 你这是做防守吗 为了去抢卫 把自己的那个防守位置都丢了 队也都丢掉了 曹芳两次罚球 第一罚命中 9比3 他罚伤太准了 我也不用去 现在10比3 野兽护卫队领先到7分 吉隆队 目前急需得分 打破得分王 凯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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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罚伤太准了 我也不用去 野兽护卫队领先到7分 凯勒的 凯勒的 攻勒 降速 再给远端 CJ利用凯勒的一个掩护 凯勒的 CJ在队伍最困难的时候 站了出来 3分命中 打破 不无分活 凯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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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勒和CJ在这一下子的配合 也会默契 凯勒知道 胜后的CJ获得投篮的机会 马上给到一眼 或让他获得 更舒服的投篮的空间 打击勒 凯勒 马友 走左侧 再回到中间 看看米兰 黄一下 自己突进来 一手 漂亮 米兰扎实的 面框的基本功 2分打中 给米兰就对了 米兰2分打中之后 现在12比6 6分差距 凯勒 看了 看了 凯勒 看了 观察一下 李耀强在湖顶 这一下 再找到克里斯 左侧突破 对方关门 这一下进攻是十五 换人 换人 找那个 找那个 彭哥你再下吧 好 比赛继续 对上曹芳 白天 走开 在右侧 右侧 右侧 他在干嘛 看看米兰的这边 其实并没有给到一个掩护 但曹芳自己往里走 这下造成犯规 这下造成犯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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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芳又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 曹芳继续他在罚球线上的稳定表现 现在13比6 7分领先 来吧宝贝 继续罚众 这场真的野兽 他们好顺 但是曹芳今天打特别好 现在14比6 野兽会队领先到8分 这也是今天最后一轮比赛 三场比赛到现在的最大的分差 菲利普看看这个三分成五 今天菲利普是基隆队当中救火队员 这每次需要得分的时候 菲利普总有他关键的表现 14比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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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龙队渐渐渐找回手感 连续的得分将比分差距所想到5分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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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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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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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李嘉义 罚球未中 军锋队进攻 还剩下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贺兰 来自塞尔维亚的国际球员 犯犯规